新冠疫情入侵五国之前 孩童的肥胖问题就已经是拉响了警报 那疫情期间 饮食、睡眠和体育活动的巨大变化 更是使到这个孩童的肥胖问题更加堪忧 专家呼吁父母重新激发孩子的火力 提供营养均衡的健康膳食 别让孩子变成了九座族 未来面临非传染剂、非传染性疾病的威胁 卫生部长凯莉近来自嘲 每两名国人之中就有一人肥胖 包括自己在内 肥胖问题不单是成人的烦恼 也是孩童的敌人 根据2019年国民健康与发病率调查 孩童肥胖率在2011年达到6.1% 来到2019年却升到14.8% 在8年内翻涨超过一倍 这个数字多年来有增无减 目前我国已经是亚洲肥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近两年来新冠肺炎突袭 全国封锁令上路 孩子们只能居家学习 不能户外活动 饮食和睡眠模式等变化都会滋长肥胖 成人和孩童肥胖预防组织 有理由相信 孩童肥胖率可能节节走高 即便这样 父母和家庭环境还是有办法控制这个问题 每个家庭变化是一样的 成人和孩童肥胖预防组织提醒 父母应该采取鼓励的方式 而不是强迫孩子活跃起来 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孩子基于压力增加 到头来选择久坐不动 西方国家也有这么一句名言 人如其实 所以除了日常体育活动和营养教育 提供营养均衡的健康膳食 也是对抗肥胖的制胜因素 专家也提醒 让孩童减少食用没有营养的零食 免得造成体重增加 缺乏营养 甚至可能导致孩子患上非传染性疾病 譬如心血管疾病 癌症 慢性呼吸道疾病或糖尿病 后果不堪设想 别让致命疫情变成孩童 久坐不动的借口 一起让这些未来国家栋梁 茁壮成长 现在这些未来的经验 既成长 感谢观看